為甚麼有這麼多相機的呢? 這兩部是閉關子的 下一集 因為這部講了很久都沒有拍到 這部就是5D Mark IV 為甚麼要玩5D Mark IV呢? 因為我5D Mark II 大家知道我玩了很久 Mark III 我又覺得分別不是很大 Mark IV 我有興趣觀摩一下 而且同一個時間就出了一部6D Mark II 咦?這部6D Mark II 還了 那部6D Mark II很搶手 所以借了幾天就要還 這部可以讓我多玩一會 那也是明天還的 所以今天立刻要拍片 5D Mark IV 拿上手 就有一點點 我覺得比大部更重 但都能接受到 那6D呢? 就比較細部一點 還有輕很多 還有6D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它終於是一部全片幅的反螢幕了 它那個螢幕是完完全全地反出來 不是那些在後面扮一下東西 我最討厭 即是無論是Nikon也好 Sony也好 你這樣反一點點 我最討厭 即是好像我這部 假設 這個螢幕我都 我都一般 即是這個螢幕這樣可以自拍 我覺得都算OK 好一點 沒有那麼衰 但是我覺得反螢幕來說 就一定是6D 就是這樣揭出來 然後這樣反那些 我才接受 廢話說完了 那我其實就 找了阿 阿 阿 Honey仔 拍了一些照片 糟了我叫他Honey仔 對不對 阿Dee 我找了阿Honey 就拍了一些照片 就是 差不多的setting 那你兩部機器 始終不同 會exactly一樣 光圈快門ISO 是一樣的 用同一支 50紅圈 然後在他家 在同一個光線底下 拍了一些照片 那拍了一些照片 出到來 呃 你如果沒有看過 5D Mark IV 其實6D Mark II 都夠漂亮 還有那個操控 會挺開心 因為可以 你無論拿到高 這樣反螢幕 拿到低 很低炒 你終於我不用趴在地上 拍低炒了 那個操控性 是很好的 那但是 當用了5D Mark IV 拍完一些照片 一困的時候 那個5D Mark IV 那個細節 和層次呢 我認為是 深很多 和多很多 尤其是你見到 那些頭髮師呢 5D Mark IV 那些頭髮師 真是 好鬼 好鬼利 好鬼靚 看多一點 如果純粹 我以一個畫質來說呢 都沒有得談 要選擇5D Mark IV 但是看一看 貴整倍 啊 只是身體貴整倍 那 6D Mark II 就是操控性 贏了 那 兩部機 都有一個驚喜 給我 因為我很久沒有 更新的相機 一直 我都是拿著5D Mark II 我都已經很滿足 那 5D Mark II 很簡單呢 就是 教那個 Focus 就是後面有一粒 然後你 你一拍 喜歡哪個位置 是Focus的 你就退那粒 就立刻去到那一點 那 我 6D Mark II 和5D Mark IV 整來整去 都要按多一個按鈕 去選 Focus那個點 然後再領 才可以做到 即我要按多一個按鈕 給5D Mark II 可能是我還未熟 我不知道 但是後來發覺 我開著Live View 我開著兩部機 我只要開著Live View 那個Face Detection 是快到 因為 你知道我通常拍人而已 那我直接 根本就不用理 哪個對焦點 他有Face Detection 又快 又跟得 又跟得完全是那些 CCTV那些監控的 那些東西 直接卡住你的樣子 在那邊跟著 那只要 因為我拍人 那你卡住了一個人的樣子 然後 然後就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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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透 不用看光學 那又 再方便了 這個 比5D Mark II 再方便了一大截 即是這個Face Detection 是非常純長的 即是我是有可能 因為這個Face Detection 呢 而隨便 就是想想買到那部機 那如果 二選一來說 沒辦法 已經看了 看了那些相片 沒辦法 真的5D Mark IV 我會比較好看 還有我其實呢 最近有一兩條片 都是用5D Mark IV 拍的 一些訪問 嗯 拍片 又真是漂亮 5D Mark IV 雖然我 比較拍照 多些 那所以現在呢 就正在行 那跟著呢 除了 即是5D Mark IV 正在行之外 其實另外也正在行 這個叫做D850 那D850呢 我是 去了試的 為什麼要去了試 借不到呢 第一 呃 Nikon是現在 不知道什麼人做Marketing的 有人告訴我 他全條Marketing Team 沒有了 即不是見很多廣告的 你看到 但是D850呢 是一部很厲害的機器來的 是 厲害到是炒的 我沒見過 有相機會炒的 iPhone iPhone交叉 你就說去炒而已 D850也炒 是啊 現在就算我找開 很相熟的相機店 給一個最美的 都是要炒價 28,000多 我試過 這個幅圖出來 還要沒有貨 那結果我就死死你氣 上去showroom那裡試 那我就自己帶了 C火鏡去的 為什麼我會想 D850呢 就是 因為我有C火鏡 我想 而那一堆 那一堆的C火鏡 其實是插 Nikon的 那跟著去到呢 發覺呢 它全部機器呢 都有一顆釘 就釘著 那個換鏡的位置 它是不讓你換其他鏡的 就是 只是試showroom裡面 它本身插著那支鏡的 那所以我就試不到自己的鏡 那我 也都 試到這個叫做 D850 D700 我上一部Nikon已經在說D700 D700 我也是挺喜歡的 那 而這個叫做D850呢 就 都是很重 質感很實正 而 Face Detection呢 也都有5D 那麼上一塊 但是 因為我不能夠換到自己的鏡視 我就還未下到決定 所以我會等到我真的可以試到 我自己的鏡頭都上手呢 我到期時呢 就真的會決定 5D Mark IV 或者D850呢 就二選一了 那也都 反過來 聽一聽 避涉者阿毛特兒 對於 6D Mark II 和5D Mark IV 兩部機的 用後感 這個女士 這個女士 是 我想問你 看完兩部機之後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 6D不是差的 但是我本人是用70D的 那我覺得6D 大家都有光的環境下 6D和70D不是差很遠 雖然它Full Frame 但是 Full Frame 我覺得它發揮不到 簡直是兩馬子的事 和5D 我給你看5D是怎樣 過來過來過來 5D是這樣的 5D是這樣的 嗯 6D是這樣的 那你不明白 哦 不要停在這個畫面那麼久 麻煩你 是啊 就是這樣 高下立見 嗯,好